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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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训练有两个看点 首先是在手上 猪手动作先慢后快 慢是为了让拍面先贴住球头 找准球头的侧面 快是为了在发力转接封紧拍面把球头往下逼 形成快速下压的效果 注意 同样是封网 在对手回球比较贴网或者下落网口的情况下 也可能回出平推 放网和勾球 但从逻辑上来说 扑推放勾 第一选择是扑压 看点二 脚下不点 正拍比反拍多一个小垫步 练习二 中场圆网封网 训练设计 主练一人 陪练一人 多球训练 金胖从中场附近准备 教练左右发球 球发的冲一点 金胖在中场左右移动 拦截来球 以平抽为主 依然是两个看点 先看手上 圆网的处理 不像进网 那么多下压的机会 尽量走平就可以了 可以理解成回球的轨迹离网带越近越好 这也是金胖经常失误的原因 师兄感觉这个练习他就是罩着白骨带在打 二是看脚下 这个要对比进网来看 看出区别来没 进网在打完正拍以后转身就是反拍 而圆网多了一个并不回动 在正拍打完以后先并不回动 再转身处理反拍来球 最后赠送一个训练花絮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 注意保持场上的启动 保持脚下的弹性 师兄的理解就是随时有小密布的调整 韩国队训练风格整体来说很普世 没有太多可以挖掘的细节和花样 主要就是把简单的练习重复的磨 磨到熟人身脚 好了 今天的训练就讲到这里 但是节目还没有完 我们再来看看实战环节中 金胖是怎么封网和拦截的 201 进网处理 发阶发阶段 经济阵抓到横尾的中路球 快顶回中路 还不要过度偏慢 金胖抓住机会 封网 扑押得分 这是一个发阶发阶段的比拼 抽球加封网的组合 注意 这个回球 位置其实偏头顶 但金胖采用了正派发力 并不是前面训练中使用的反派 案例二 进网处理 发阶发阶段 金胖软挑腰部 台标跟进 回抽中路 经济阵继续回顶 红尾蹲打 试图抛高摆脱 冲网的金胖 见高起跳 拦截得分 这也是一个发阶发阶段的比拼 在对抽之后 红尾试图抛高变化 金胖则见招太招 起跳封网拦截 注意 这么高的起跳 在前面的训练中也是没有见到的 这说明实战的情况更加复杂 参照训练 但不能照搬训练 要做好见机行事的准备 案例三 进网处理 发阶发阶段 因激阵接推 软过度 成功逼迫红尾起球 接着 重杀追身 又给金胖制造出往前的机会 金胖一个白鹤展翅 拦截得分 这又是一个起跳的封网 没什么好说的 值得注意的是 前两个案例是抽加封的符合 而这个案例是经典的沙加封符合 案例四 进网处理 发阶发阶段 金激阵接推 软过度中路 逼迫裁标起球 然后重杀对角 金胖跟得很紧 又是一个轻松的跳风得分 这个阶段 庄金状态真的好 配合默契 工工明确 金激阵的正金沙门的烧 庄金版团道太急 案例五 远网处理 发阶发阶段 金胖接推 突然分出大对角 同为补位回抽 基正没有抢王口 而是退回中场 拦掉得分 在师兄看来 这个走位还有一个意义 就是基正是偏后场内心的球员 退回中场 攻王之后 下一步就可以继续退回后场 而金胖跟进 完成一个前后换位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世间在务 寒霜金 位于毁服尼泳 位于荷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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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才可以 上一期获奖球迷请看屏幕下方 本期我们继续送出五个VIP 感谢球友们的支持 今天的话题就是聊一聊 球友们在封网的环节 遇到了哪些问题